我们提到深圳的祷告吧 主保守我们今天的困难疫情当中 我们都靠主每天度过 靠着神你自己无比的大爱 直到你的面前 我们有一个说不尽的恩惠 我们谢谢你 保守我们今天早晨 一切的时间 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然后祈求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是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 一节圣经 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 圣经很短 他说 伯西说 你凭很多你的慈爱 领了你所俗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他描述神对他们的百姓 离开埃及 走在旷野 进到应许地 整个的行程 他用这句话来包裹起来 重要的中心点 就是神 凭着他 凭他的慈爱 凭他的能力 来引导 我们最近都很集中 除了选情 除了我们这个国家大事 选情 这个疫情之外 就是竞选 每逢 看见竞选的时候 无论是 总统的候选人也好 地方官员的候选人也好 他们都会用尽 自己混声 结束 来展示 他自己的能力 和 发出非常吸引人的承诺 你选我吧 那我会跟 以前的人不一样 我会怎么怎么样 做得非常的美好 往往竞选 结果了 其实剩下一张嘴巴 多数的以跳票来收藏 不是没一样 不总是 很多时候你看见 这就是很普遍的结果 因为通常我们人的承诺 比能力大 我在说 我们人的话语的承诺 很多时候会比我们的能力大 可能也不是骗人 这也许是我们人的弱点 我们言语的承诺 太容易 太容易 我们也许是真心的 我们希望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希望我们 尽我们所能能够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不是假的 但是 坦白说 我们的能力很有效 但是你看我们的神 摩西怎么样介绍他呢 如何拯救和引导他的百姓 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要持爱 很多他的持爱 不是没有能力 如果一个人 回头再说 一个人如果有爱没有能力 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有心无力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没有爱的话 有力无心 有受 可以做得到 但我不帮你 我没有这个爱在里面 这能力就没有放到适当的地方 都是不平衡 但是这里说明神的平衡 通常我们都是爱心大能力小 对身旁的人生病失业困难等等 我们都很同情 我们没有能力也无奈 特别是先进阶段的时代 但是回头看看神 他不是有爱没有能力 他不是无奈 他还是可以帮助我们 当摩西经历过神的救赎引导的时候 他回头看 他实在很感谢神 到如今 他经历过神的爱 如果不是神的爱 他们不会这么好的离开那个地方 神爱他们不忍心 他们在爱心受苦 但如果神爱他们 没能力带他们要怎么样 摩西回头看看感谢神 他有能力引导我们 离开埃及 救赎我们 离开围炉基地 而且不单如此 还引我们到他的圣所 那这是神自己的恩典 整个救赎计划的全部 他不单救我们 脱离罪恶 救赎我们 还引我们到他的圣所 什么意思 今天神对他的子民的因素 从没有改变过 他能够救赎我们 出埃及 也能够引导我们 到他的圣所 就是侍奉他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不是他在蒙神的救赎而已 他也引导我们进到圣所 就是服侍他 救赎不是个过程 他要用我们 才是他救赎的最大的目的 我再说 在救恩当中 蒙救赎是个过程 但是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去侍奉他 神对他的百姓是如此 对我们也是如此 一个人如果 享受于情的救赎 就罢了 那不是神最终的目的 他领我们 用爱用能力 赎我们 不但救我们脱离 诸多的罪恶的捆绑 他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 来服侍他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所信靠的神 是因为有慈爱 有能力的神 是有能力 有爱心 去完成他对人的承诺 因为他更不是嘴巴大 放地短的神 他能够做得到 所以神虽然这么大 这么伟大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他却不忽略 每一个渺小的人 每一个负责 不会负责 今天刚刚听了新闻在讲 在选举的时候 如果那个选举人 他投了票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死掉了 他的票算不算数 这还在 还在 还在讨论之间 一个人离开了 就他的票算不算数呢 这也是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意思啊 但是我感谢神 我们的神看我们的生命 不只算不算数 他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常追悉礼拜的时候 很常 我很喜欢用的是圣经 在耶和华眼中看 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每一条命加的生命 他的眼中都是宝贵 不管是人的生命 就是麻雀的生命 神都看为宝贵 所以他的眼中 生命就是宝贵的 他创造的很宝贵 所以每一条命都是宝贵 不只只要黑人的命才宝贵 乃是 all life matters 每一条命都宝贵 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渺小的人 那神的眼中都是如此 而且他 凭他的慈爱 凭他的能力 来拯救我们 他用他的能力 拖住我们 好让我们不单离开埃及 也可以尽到圣所 来服侍他 谢谢恩主 我们第一条祷告 谢谢天父给我们 更深的认识 你不单是因为有爱 有能力 有能力 也有爱的神 所以我们非常放心 来到你面前 积取你的应许 依靠你的大能 来找前面的道路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福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